自身台语歌手Aquila 因为拍摄庆祝中国国庆影片 惨遭台湾网友言上 Aquila老婆回忆媒体 是抖音公司叫我们讲的话 为了混口饭吃人民币价减算 昨天晚上Aquila在播发布影片 表明我的歌恩来自中国 希望两岸能够像家人一样 多一点理解少一点误解 在台湾媒体网络上 出现很多对我攻击性的 言论 我想说 我只是一个平民的老百姓 我甚至 饮水要失源 Aquila表示 这几天受到大量网友攻击 甚至有媒体打电话给妻子 试图用陷阱问题 掏出想要的答案 让他非常难过 我更不会忘记 我的根 来自中国 饮水失源 是我们长辈教我们的 珍惜彼此的文化和情感 我深信着一件事就是 两岸要好 台湾才会好 希望两岸之间 能够像家人一样 多一点理解 少一点误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